嗨 大家好 我是Jasmine 歡迎來到睽違已久的芬蘭文學習週記 為什麼會睽違這麼久呢 是因為我們學校是一個學年是五個學期 那第一年我就連著四個學期都修了芬蘭文課 但是第五個學期 並沒有開可以銜接下來的課程 只開了一個繪畫課 然後那個時間剛好又跟我的主科撞在一起 我就沒有辦法去 然後又放暑假 所以我才會割了這麼久 終於又開始上芬蘭文課了 我們是分1A 1B 2A 2B 我現在是上3A 然後就有一種又往前跳了一個的感覺 因為我特別選了一個老師 他是比較喜歡全芬蘭文教學的 就是非必要他不太會講英文 有時候他只是會在新的詞 會講英文 或是 就是小 我們跟 可能跟同學一起練習的時候 會有一些小問題 然後我們問老師 然後他為了讓我們更清楚 他才會用英文來講 不然基本上他都是用芬蘭文來講 雖然可能我覺得會有一點吃力 我可能就是get到五六十趴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樣會進步蠻快的 因為我去上課之前我還蠻panic的 因為我感覺我都忘了 但是事實上還好 然後在這個上課之前 我又複習了我們之前學的東西 發現我竟然還沒有講過形容詞 所以呢今天我決定來分享 實、主、形容詞 就是他們都是對比的形容詞 這些字其實就是很常用的形容詞 就一直都會用到 所以我複習的時候覺得 就是對我現在新的課程還蠻有效的 首先第一個我想要這樣 就是非常常用的就是 Hiva Hiva這個就是好的意思 然後Hiva的對比就是 Horno Horno是bad Hiva是好的意思 那這個Hiva用在很多地方 就譬如說問問你 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Hiva覺得很好 那如果說 嗯 像是什麼 生日快樂啊 聖誕快樂啊 都是用這個Hiva 像生日快樂就是 Hiva Sundima Viva 所以他就是在Hiva加在前面 就是好的意思 然後再來就是 上課非常常用的 就是 簡單 跟困難 簡單 叫做 Helpo Helpo 難叫做 Vaigea Vaigea 就常常老師講課 講完之後 嗯?你覺得很難嗎? 的那個Vaigea 接下來這個是 心和舊 心是 Usi Usi 舊是 Vanha Vanha 就是 Usi的話我們可以講 新年的時候也是 Usi這個字 反正 這個還蠻常用 常常在 逛街就會看到 喔這個是新產品 或是什麼 它就是Usi 但是 後面字尾會有點變化 不過 基本型是Usi 然後Vanha就是 是舊的老的 都是這個字 然後再來是 熱跟冷 熱的話 就是 冷的話是 就是 有一點點像 但是字看起來不一樣 但是聽起來有一點點像 固 嘛 熱跟冷 那還有比較 就是比較中間一點的 溫暖 跟 涼爽 溫暖 叫 Lamin 然後 涼爽是 Villa Villa 然後他們就是 從最熱 酷 然後溫暖 Lamin 然後再是 涼爽 Villa 然後 冷 Villa 這樣子 接下來 大 通常 大有兩個詞 但是我們通常會講 Eso Eso就是很簡單 就是大的意思 然後小是 像是 要什麼 飲料 大杯小杯 也是這個Eso 然後 然後 可是如果要加 我說 比如說 一個小杯的 茶 好了 這我記得很清楚 是因為我們去點咖啡的時候 我朋友就說 他要一杯小杯的茶 然後聽 講起來就很可愛 就是 然後我們就在模仿他 Bien 就還蠻好玩的 美麗 以及 醜陋 就是美麗這個字還蠻常用 就是 Gaunis 然後醜陋 是露 那Gaunis 還會在 如果在買東西的時候看到 美妝類的話 它的字源也是 Gaunis這個字 然後它叫做 Gaunis Gaunis 就把它變成 Beauty 就是名詞的意思 再來是 明亮 以及 陰暗 明亮叫做 Valoissa Valoissa 然後 Valo就是 有一種 Bright 光的那種感覺 像是 芬蘭這邊的美 就是怎麼講 化妝品 保妝品品牌 蠻有名的 叫做 Lumene 然後它在 亞洲圈最有名的一個 產品線的系列 就是橘色那個 就是可以美白 明亮的 它的 那個 那個產品線的名稱 就叫Valo 所以就是 明亮的 然後 陰暗叫做 Bimea 陰暗 Bimea 然後再來這兩個我覺得非常常用到 就是 Baleon 就是很多 的意思 就是多 然後如果是少 就是相對來講 少的話叫 Vahan Vahan 這兩個非常常用到 是因為 Baleon就是 very much 的那種意思 所以如果要講 謝謝 是Gidos 如果非常感謝你 Gidos Baleon 就是 在日常最常用到 我覺得是在這裡 Vahan就是 一點點 我只講一點點 芬蘭文 就是 部分 Vahan 就是我只講一點 我只會講一點點 這樣子 所以講什麼一點點 跟很多 這就蠻常用的 所以就是 一點點 Vahan 很多 Baleon 再來 最後 想要分享的是 長跟短 長是 然後 短是 這兩個形容詞可以用在 平常就是講的 長跟短 比如說 時間的長短 距離的長短 還有身高的高矮 都可以用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還蠻實用的 如果說 你的 你從家裡到學校 會不會需要很久啊 那時間上的這個很久 也可以用 Bitka Aiga 就是長的時間 或是你這個距離 也可以用 Bitka 然後 身高就是也可以 就是這個人 長得很高 也可以用這個長 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的這個十組形容詞 都是比較 頻繁會看到的形容詞 接下來呢 我也會繼續認真的做的 芬蘭文學習週記 所以喜歡的話可以按一個讚 然後芬蘭文學習週記 我都會把它放在一個 播放清單裡面 所以這樣子 整理起來會比較清晰明瞭 那我們就 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